人们常说,性格决定命运,在股票交易中,同样有决定投资命运的内在因素。 在心理学上讲,性格的改变虽然很难,但还是可以通过后天音响慢慢改变的,而气质往往是不能改变的。 这也正因了目前有些人是富而不贵这一说法。 回到交易中来,我们不一定要有贵族气质,我们是要先富起来,所以我们要重塑交易性格,从而实现交易命运的转变,把赚钱变成我们每位投资者的精神特性。 来看一个由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做货的有趣训验,他们在两个玻璃瓶里各放进五只苍蝇和五只蜜蜂,然后将玻璃瓶的底部对着有亮光的一方。 而将开口朝向暗的一方。 几个小时之后,科学家发现,五只苍蝇全都在玻璃瓶后端找到出路,爬了出来,而那五只蜜蜂子全都撞死了。 蜜蜂为什么找不到出口呢? 通过观察他们发现,蜜蜂的经验认定,有光源的地方才是出口。 他们每次朝光源飞,都用尽了全部力量,被撞后还是不找角色,爬起来后继续撞向同一个地方。 同伴的其身并不能唤醒他们,他们在寻找出口时,也没有太用不帮不住的方法。 如果说蜜蜂是叫调形、理论形,而藏颖则是探索形、实践形,他们的思维中,就从来不会认为只有光的地方才是出口。 他们撞的时候,也不是用上全部的力量,而是每次都有所保留。 最重要的一点是,他们在被碰撞后,知道回头,知道另外想办法,甚至不惜想后看。 他们能从同伴身上获得灵感,合作与学习的精神让他们共同获救。 所以,最终他们是胜利者,对这个事业有着不同的看法。 有人会说蜜蜂是劣势,而藏颖则狗且透声。 有人说藏颖非常聪明,而蜜蜂有些愚蠢。 有人干脆把目前社会上的人分为两种,一种是苍蝇形,二就是蜜蜂形。 如果先摒弃云仙的对于这两种昆虫的道德附加和好恶感, 你需要考虑的问题是,看看自己在投资中,你到底是蜜蜂还是苍蝇? 你想做蜜蜂还是苍蝇? 生活中,利用人性的弱点,赚钱有人正在利用你的从中心里进行营销。 美国著名系理学家阿希曾设计实验,判断ABC三条线段,那条与左边的标准线更长。 四个人并排而左,被试者排在最后一个。 这个被测试的人不知道的是,排在前面的,都是教授阿希的助手。 前两次,在没有错误引导的情况下,被试者全部回答正确。 阿希示意助手们从第三次开始回答同一错误答案。 这时,被试者左右为难,并质疑自己的选择。 最终结果显示,有75%的被试者,有至少一次和助手们一样,改选了错误答案。 生活中做选择时,个人的观点也时常会被主流意见所左右。 日本索尼公司曾生产了一种随身听录放机,他们没有选择直接做广告,而是派出十名年轻的员工携带随身听,在中学门口走来走去,并放大音量,孤独逃罪状。 学生们看到后,纷纷向前打听,怎么能买的录放机,没几天,索尼的随身听就在日本的各大学校普及开来。 这像极了新闻中那些排队几个小时,才买到网红银品的人,他们在最初也都不知道,门庭弱势的现象,其实是一群演员无声币卖力要的,一种事物的流行并不一定与人们的主观需要的基础。 重众心理足够作为那只强大的幕后吞手,很多时候,我们被不必要的行动所驱使,甚至在其中长的骨头,都只因为最初那跟大家一样的念头。 无论是杂志中不断进化的时尚潮流,还是社交软件上,逢热点必出现的,意见领袖。 其所传达的内容都是要一个感染,模仿从而打众化的过程,就是流行的必然,也是人性不坚定特质的明显投射。 希望得到肯定,希望不会犯错,希望别人有的我也能有,希望自己永远明确对的方向,重众,满足到是人类融入群体的迫切欲望,从而免于被孤立的恐惧。 诚然,如把博社会科学家莫内吉拉尔所说,欲望的本质就是模仿,有人正在利用懒惰玩弄你于鼓掌。 苏格兰作家卡拉尔说,只有在懒惰中产,有永远的绝望,烧心有一个中年妇女,嫌弃自己发福的身体却懒得运动,偶然看到减肥产品的电视广告,声称不用锻炼,就能瘦,于是她花500元卖了一个疗成的减肥产品。 在微博成效,在指导老师蛊惑下,她用先后购入十多个万人产品,确认就没有效果。 不料,她用个人信息,被无良商家陷入,而遭遇连环诈骗,损失55万人后才报了警。 懒惰不仅使人绝望,还能反过来把人类玩弄于鼓掌,启成一碗心灵鸡糖,吃起一个立志榜样。 比起肉体上的慌张,精神上的迷茫才是懒惰的肥沃土壤。 玄妙的想法与计划数不尽,是迟迟迈迈不出开始的第一步。 买了健身卡,败了借书证,单词软件下在齐全,保存了网课的时间表,万事俱备,永远只缺行动。 累下一个决心,都是和自己的一次较量,认真写下计划时,潜意识里的声音在呐喊, 我可能真的做不到,在不知所措的绝望中,一边望向尽头,一边向懒惰屈服。 绝望后就是愧疚,愧疚要用新的计划来弥补,如此循环恍复。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,懒惰才是科技不断创新的原始动力,让人类过上更加舒适,便捷,以劳动强奴的生活。 但是脆弱的你我,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,学会了被迫辛劳,它变成了一种不可置疑的正确选择。 天意识中,懒惰就是错,所以想尽爸爸让自己看起来足够努力,来迷你心里的苦疚。 你在先,行不前,又何尝不是一种形式化的精神懒惰,有人正在利用恐惧扰乱你的生活。 这大的一个心理学教授,在1998年患上了糖尿病,19年来,为了化解疾病在内心发酵的恐惧, 他迷上了保健品,保健衣,按摩器,理疗床,花费了他数十万的精神, 塞满了整个床头的保健品,多数都已获了最佳食用机械。 直到花光了精神,他才逐渐相信家人苦头婆心科普的保健品知识, 明白了以前买的那些健康一康,都没有用,而比金钱更惨痛的代价,是19年战战兢兢的时光。 事后他回忆,很多保健品推销员说的话都特别可笑, 比如说自家的保健品与企鹅奶都好,企鹅属于鸟类,并不是哺乳动物, 哪来的奶,被恐惧冲昏了头,人就忘了掌握命运的钥匙, 其实正握在自己手中。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丁·扎拉德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, 一个获了死刑的囚犯被蒙着双眼放在床上, 法官宣怕用放血的方法实施刑罚, 囚犯听着液体滴落的声音,绝望地慢慢关死过去。 可实际上,法官只是让束手在他的手腕上, 用小木剑轻轻划过, 同时打开了水龙头,水滴向床下的铜盆中落, 发出叮咚的声音, 但随着由快到慢的滴水节奏, 此球袭里产生了极大的恐惧, 他以为自己的血一点点流进, 在巨大的恐惧与绝望中, 放弃了生的希望。 当人沉浸在恐惧的情绪中, 理智就像瘫痪了一样, 不会让我们的行为对改变现状奏向, 而当真正危险的事情发生, 人其实并不会即刻感到恐惧, 更多的时候, 担心与害怕, 都是事前或事后细想才油斩而生, 所以说恐惧是自己最大的敌人, 我们恐惧的, 就是恐惧本身, 故事应该这样赚钱, 一,承受亏损的心理准备, 没有人已经意识到了要亏损还会入室的, 没有人预期到市场已经到底还会勇敢满路的, 从这样, 也没有人意识到股价会栽创新高还会抛红的, 但这样的事情却平静发生, 所以, 每次入市前必须要有心理准备, 必须要留有回旋的余地, 如果你害怕亏损, 就不要入场, 二,即时接受亏损或盈利, 故事中有一句老话, 终身受益, 此话说得很对, 没有亏损, 投资就不完整, 要即时获利了结或止损出局, 如果已经达到了你预定的目标, 要即时出局, 在大多数情况下, 市场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的, 三,不要犹豫不决, 该出手时就出手, 等你研究好一切技术面, 基本面消息时, 你要紧紧盯住机会, 果断进行操作, 你可以以稍高一点的价格卖入, 或者以稍低一点的价格卖出, 以免措施良机, 四,资金管理要合理, 在保证资金的安全前提下, 适当控制仓来, 物以持仓过多, 应保持一定的条件能力, 假如你看好的或者持有的一只股票下跌, 你可以适当建仓或加仓, 以获得既定的收益, 五, 不要迷信各种理论, 各种专家的意见, 那些理论讲得一套套的专家们, 要是真的那么灵的话, 他们早就改行自己职业场股了, 谁不想挣大钱呢, 不要以为的去研究市场的规律, 因为你根本就研究不出来, 市场没有更股不变的规律, 即便你快要研究出来了, 市场的规律又会变更, 所以换手率还可以分析研判市场筹码的土耐情况, 以追寻主力装家的踪迹, 技术很重要, 但在古市中, 今天夜童等重要有个鱼人, 有着一流的捕鱼技术, 被人们尊称为鱼王, 然而鱼王年老的时候非常苦恼, 因为他的三个儿子的鱼技都很平庸, 于是个经常向人诉说心中的苦恼, 我捕鱼的技术这么好, 我的儿子们为什么这么差, 我从他们懂事起, 就传授捕鱼技术给他们, 从最基本的东西教起, 告诉他们怎样只往最容易捕捉道鱼, 怎样划船最不会惊动鱼, 怎样向往最容易请鱼入鱼, 他们长大了, 我又教他们怎样是潮汐, 编语炫, 凡是我常年辛辛苦苦总结出来的经验, 我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们, 可他们的捕鱼技术, 竟然赶不上技术比我差的渔民的儿子, 一位路人听了他的诉说后, 问, 你一直手把手地教他们吗? 路人说, 这样说来, 你的错误就很明显了, 你是传授给了他们技术, 却没传授给他们讲述, 潮污是一件很有趣, 同时还能赚钱的事情, 但潮污又是一件很折磨人, 也很容易亏钱的事情, 没有什么生意比潮污更简单了, 你只要不智能手机, 几千元资本, 就可以删入股市, 赚取理论上无限大的机会, 然而, 也没有什么生意比潮污更难的, 潮污所涉及到的知识之多, 比任何一门生意都要庞大, 而且, 利润大, 以为这风险高, 不懂潮股市什么就入行, 十之八九, 要亏钱在股市中, 我们能收获的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, 更能经验人生百态, 在这个庞大的市场里欢笑, 免赖, 成功, 失败应有尽用, 这里有千千万万的股民, 这里有数不清的传奇故事, 人们在这里喜悦, 兴奋, 狂欢, 也在这里彷徨, 惆怅, 悲伤, 但不管你遭遇什么, 都不要在这里绝望, 因为, 股市的存在, 其最大的价值, 就是给予我们数不清的机会和希望, 在日常股票操作中, 均线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标准, 第一, 均线反应的是平均成本, 比如, 均线反应的是五千的收盘价计算的平均成本, 如果股价在均线上面, 表示最近五千买进的都是盈利的, 反之一反, 第二, 均线最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助长助跌性, 这一点大家都很明白, 但是, 有时候要多深入而决一下均线的细节和负产品, 比如, 根据股价和时间, 大概的股测未来的均线趋势, 第三, 均线也是重要的趋势指标, 所以, 无论是谁, 如果需要借助均线, 安排自己的交易系统的话, 都需要注意一下, 均线是重要的趋势线指标, 有时候逼点连线的划线不是那么严格, 或者不是那么明显或有效, 但是支线作为军事指标, 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, 第四, 均线可以和确定性联系起来, 长期均线走好走坏, 都不是以高易系之力, 所以长期均线走好的确定性, 要比短期均线的威力要大, 确定性要高, 当作为趋势判断的时候, 周期越涨越有效, 当一只股票上涨时, 股价总是会沿着某条均线向右上方运动, 当股价在冲高回落时, 下调至某条均线附近就只跌其稳, 发行并一轮行情, 股价突破某些重要的移动平均线之后, 如果没有太大的外力改变, 将在该均线上方运行一段时间, 所以在实际操作中, 可以根据均线的特点, 来进行学朵买卖操作, 均线使用方法, 上多下空, 均线的第一重的用法, 是上多下空, 当配线上穿均线是开多, 当配线下穿均线是开空, 这是均线最基本的用法, 同样也是基本不赚钱的用法, 如果你还在用这种简单的方法试坛操作的话, 那就要当心了, 而上多下空的进阶均线加结构, 交易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, 应该都知道, 当阵K线突破均线是非常不稳定的, 往往很多时候只是假突破, 并且在均线的运用中, 我们重点看到是均线的角度, 而不是均线是否被突破, 所以可见第一种方法并不靠谱, 那该怎么办呢? 只看均线不靠谱, 那我们就加上结构试试, 什么是结构? 结构就是N型, N型是所有形态的分解, 它可以组成所有的反转形态, 我们看一下均线加结构的结合运用, 相比第一种单纯用单可以突破均线, 就满入一场的方法, 均线加结构双突破的方法, 可以过滤很多假突破的情况, 适当提高胜率, 但是总体来说仍然不是很好的方法, 如果你有不错的基本面学补基础, 那可能可以靠这个赚钱, 但如果你只是技术力潮补, 那赚钱仍然很难, 三,会踩均线满入吧, 这两种方法做的都是趋势的环点, 而第三种方法做的是趋势成型之后, 会彻结构期是重启式入场, 相对来说这种方法做的人应该最多, 但是由于没有这种观念和入场实际选择不恰当, 用这方法赚钱的人也只是少数, 均线的使用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以上三种, 但是真正能够稳定盈利的爸爸, 并不是这其中之一, 而是这三种方法的综合运用, 而除何运用, 这是一个大课题, 成熟上篇文章有一个留言所说, 不把技术都懂得很难入门, 出现标准的三线接差后, 标志着各苦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后, 即将进入实质性的拉升阶段, 但能不能拉升, 是有很多条件的, 如果看见三线接差就盲目操作, 成功率也不是太高, 如何提高成功率, 且看实盘案例, 三线接差股价标准信号技术要点, 一, 均线系统, 至少三条均线汇聚, 粘合, 越粘合效果越好, 汇聚粘合的均线系统, 必须在三个交易, 日内出现向上发散, 之后严格意义上的多头排率, 二, 阵量系统, 10日和20日阵量现金查, 成交量明显增大, 三, MACB, 在林轴, 以定金查或者双比, 林轴以上金查最佳, 庄家猪手, 竹山式, 散户门风需几动主力较长采用的起盘手法, 有以下几种, 一, 打压洗盘, 先行拉高之后, 施行反手打压, 但普通在地位逗留的功夫, 过天数不会太长, 侧点, 快, 哼, 打压骨架的速度非常迅速, 而且打压手法非常凶狠, 这样既节省了洗盘的时间, 又达到了洗盘的效果, 装夹的大幅拉伸骨架之后, 盘中积累了大量的破力盘, 利用投资者较强的货益回土欲网, 以凶狠快速的方式, 将下突然打盘, 使骨架大幅回落, 形成一根长长的阴线, 实力不吸引前的底微剧, 装甲在城之间的底部盘整过程中, 吸烂了大量的低价筹码, 成功完成建仓计划后, 骨架缓缓向上爬高, 成功脱离底部区域, 但骨架有了一定的涨幅后, 装甲开始打压喜胖, 和二日两根大阴线, 一举击穿了三十日均线的支撑, 技术形态严重破坏, 在黑线上又成双重顶形态, 太空气势非常强烈, 不少大户在恐慌中纷纷抛出筹码, 很快, 在四月九日, 骨架又回升到前期高点附近, 收出一根在长上引线的黑线, 形成前期高点位置入组的假象, 此时对没有抛出筹码的散户来说, 可谓躲过一劫, 随后, 在四月十六日大幅跳空低开, 再次行出恐慌盘面, 此时那些事故不动的散户也开始光了, 不得不抛出筹码, 这时对于还不肯抛出的散户, 装甲也确实没有办法, 随后骨架进入牛市航行, 骨架内计涨幅超过三倍, 二边拉边洗, 在拉高进程中随同学回荡, 将不坚持者振出, 侧点, 花振为令, 少吃独餐, 主力采用这种边拉边洗式洗盘, 他们任由散户在盘中自由换手, 散户投资者若确认了这种洗盘方式, 可在骨架远离短期移动平均线时, 在高先行退出, 在股价接近短期移动平均线时, 在低介入, 也可以根据上升趋势线或轨道线进行买卖的判断, 当股价触及上升趋势线或轨道线的上延时, 卖出作空为宜, 当股价触及上升趋势线或轨道线的下延时, 买入作度为宜, 实力抛析以前的乐卡胶片的股价同开始上涨, 在上涨的过程中, 股价整体上呈现出阶梯形上升的形态, 股价每被拉高一个阶梯后, 就会有一段回落整理的过程, 并且每次回落的低点都在不断的抬高, 每次拉高的高点也在不断的提高, 在回落的过程中, 成交量逐渐缩小, 而在拉高的过程中, 成交量是逐渐放大的, 也是主力才用的边拉边洗式洗盘方式, 对敲放量是洗盘, 当股价被拉升到了一定高度后, 散户就会担心股价回调, 主力借机对敲, 使股价在相对高位放出巨量, 有时还会故意高开低头收出大阴线, 使散户误以为主力要出货了, 从而纷纷抛出股票, 特点,换手率高, 如果在互投资者识别了对调放量式洗盘的个股, 可在股价远离移动平均线时, 加高先行退出, 在股价接近短期移动平均线时, 在拆低夜幕, 实力偷袭以前的凯诺科技中, 主力借股价下跌而进场吸筹, 股价垫底齐稳而主力吸筹结束, 当股价短期拉升到了一定幅度后, 主力于10年11月18日, 借机对交放出巨量启盘, 当日换手率达到了79.82%, 在户以为反弹结束, 主力短期离场出货, 因此纷纷抛出股票, 试图高抛必须做茶价, 谁知股价并没有出现下跌走式, 重新建议又不合适, 谁知股价暂时升势。 四,横盘住平均, 在拉升进程中忽然中止做多, 使缺乏难性者出局, 普通继续功夫相对较长, 这种洗盘方式大都是长线装甲所为, 装甲市仓比较重, 需要提醒的是, 横线洗盘不能单纯的理解为水平移动, 有时会出现上一破线型的走势, 只要活动幅度不大, 都可以理解为横线洗盘。 侧点, 股价在某一区域, 形成时间较长的横盘合纸, 装甲利用散户缺乏耐性的弱点, 用时间去消磨散户的意志和信心, 实力偷袭安科瑞股价经过一段爬高行情后, 2013年8月的相对高位维持横盘整理, 股价波动幅度收窄, 成交量也渐渐萎缩, 期间并不理会大盘的涨跌情况, 这时许多缺乏耐性的散户, 就会纷纷抛售敌场。 装甲成功完成了洗盘, 9月16日, 成功完成洗盘后, 股价开始向上突破, 从此出现涨幅较大的牛市上升行情。 5, 证单回落洗盘, 此手法较为经常见, 即为洗衣各动摇区间, 并让投资者摸不经主力的运作节拍, 这种洗拍方式, 就是在股价经过小浮上涨后, 盘中出现了一定的破利盘, 这时股价向下回调, 形成一个阶段性投补, 让低微破利盘出局, 敞在附近场, 实现抽码成功换手, 同时装甲自己也进行高抛低吸, 大多数装甲都喜欢采用这种方式洗盘, 这种方式对于各种类型的装甲倒适宜, 股价起伏比较明显, 波峰浪显清晰, 侧点, 一, 跟横向式洗盘相比, 可以缩短洗盘时间, 二, 跟打压式洗盘相比, 可以避免低价筹码的损失, 实力空息比前的普瑞股份, 该股经过一波较大的上涨行情后, 盘中堆积了较多的获利筹码, 由于出现低微破利盘和前期套牢牌, 上方压力明显下重, 从2013年10月下旬开始, 股价顺势回落喜胖, 释放了大量的看空筹码, 当股价回落到30日军械附近, 看好后世的资金开始跌入, 股价获得支撑而回升, 市场出现新一轮上涨行情, 对于普通散户而言, 熊市到底应该怎样炒股才能赚钱, 最好的办法还是追高, 只不过不是高位追高, 而是底部追高, 这样追涨的成功率相当高, 那么问题就来了, 我们如何去定义一只股票, 是底部启动的形态, 这里我分享大家一个选股公式, 很简单, 希望大家都记住, 牛股等于流通股小于21加前55日的平均换手率, 小于2.3加前56日涨跌幅小于9加当前, 最高价大于前150日, 最高价加3日涨跌幅, 大于负4%小于8%, 根据大数据回测, 按照上面这个选股公式选出来的股票, 赚钱的几率高达70%, 下面我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公式, 1.流通股本小于20亿, 这里主要是为了筛选出小盘股, 因为相较于中盘股和大盘股, 小盘股成长的潜力更大, 有更大的机会成长为大牛股, 2055日的平均换手率小于2.4加前56日涨跌幅小于9%, 这两个条件主要是为了确保这只股票在之前没有启动过的迹象, 两个月之内换手率不能高, 累计降幅也不能太大, 3.当天最高价大于前150日最高价, 这个条件应该很好理解, 其实就是横盘突破的形态, 这里我给到的突破区间是150日, 也就是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, 俗话说, 横有多长, 数有多高, 如果能够突破大半年来的横盘区间, 那么股票能涨多高, 还是十分有想象空间的, 4.三月涨幅大于4%小于8%, 这一个条件很重要, 我多说一句, 三月涨幅小于8%, 是为了确定这只股票属于启动的初期,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底部追涨, 那为什么还有一个负4%的条件呢? 这是因为往往主力要拉升一只股票, 它们不会立即拉升, 可能会有一个试盘的行为, 既然是试盘, 那么就很有可能会测跌下来, 俗称洗盘, 只要下跌幅度不超过4%, 那么就还是可以入场, 好了, 选股公式就是这么多, 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股票都可以买入, 买入之后就持股半个月不动, 半个月后后, 不管银亏都卖掉, 如果这半个月内涨幅大于15%, 那么就舍弃半个月的期限, 变成高点回撤10%之盈, 如果半个月之间亏损达到5%, 就立即取损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欢迎切记忆V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